好接着来看到全台湾22个收费站现在分成两阶段来拆除 不过问题来了 以往驾驶人呢在经过的时候会减速50到70公里之间 不过现在经过施工的阶段呢 这个各地的收费站速限速是70到90公里 因此很多车主就担心说 这以前那水泥地这么的不平整 这车速过快的话一不小心爱车的底盘就会被伤到 而且高工局计划铺设厘清是第三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能够平稳的行驶 起码还得等到半年之后 全台22个收费站陆陆续续拆除 但驾驶人经过这里要小心了 因为你的爱车可能会被伤到 问题就在这原本铺设水泥的路面 现在有多了个收费站拆除后的地基留下的凹凸表面 实际做实验车子开在原本的国道薄油路面 限速110公里 一进入拆除中的收费区水泥地 把速度降到90公里 好几个大窟窿到底有多颠簸 我们拿水杯测试 一般国道水杯里头水面平静只有稍稍晃动 但一进入收费区就算减速 水面剧烈起伏差点洒了出来 以往经过收费站驾驶人都会减速停下 但现在收费站没了 但路面却一样颠簸 开到这里放慢速度怕被追撞 一开快又怕颠簸路面会伤害车子的轮胎和底盘 下户板或是直辆工资辆三脚架这些零配件 知名的跑车它底盘都还蛮低的 随便一动维修费用可能都要十几万 但路心坦开那么好的车还要走那个路 就尽量少走 不管怎样你过站一定要按照我们标志的速限来做开车 那至于说路面经过刚性路面本来 它就会感觉上比较噪音比较大 关键就在全台22个收费站分阶段拆除 内侧重复历经要封闭21天 而且还得全节过后才能进行 而现在车子开到原本收费站的路面 颠簸状况宛如上了按摩机一样 就怕车子受损人也不舒服 记得王一朝夜莹台中报道